三少爺这屁股可不错呀 他们是人 不是货 放他们走 三弟是不想给我们吵乐节 既然如此 我知道一个好去处 诸位可感兴趣 不 好好好 走吧 好好好 走走走 走走走走 我倒要看看是谁会我的好事 是 贵妃醉酒 诸位还满意吗 走走走 还没进行吗 走了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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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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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不会让他们 冲到您当年的富城 救命 还有很多人去 放我下来 朱子恒 不想死就把衣服脱了 杀老三手下的时候 不是挺威风的吗 本因为你是只兔子 不曾想是只吃人的老 男人钱财 中人之士 我的富贵全养占二少爷 不努力一点 怎么行呢 不过你确实让老三 栽了个大跟头 只是 什么样的富贵 值得你冒这么大的险 二少爷这是又要杀我吗 你和老三有仇 如果我说 我与他有弑母之仇 你信吗 二少爷 我就是个爱财如命的戏子 没有那么多 曲折跌宕的过往 夜深了 您再不放我回去 三少爷该起泥了 急什么 唱一出你跟老三 唱过的戏给我听 不是说爱财如命吗 今日唱得好 少爷赏你两条小红 唱一首歌 是谁把你们放了 你脸色这么难看 是觉得我太狠了吗 我怎敢智慧三少 只是我从小在女人堆里长大 看见此番情景 不免 不免 不免有些莲香吸玉是吗 你吸他们的时候 有没有找过我的感受 一个下酒楼的戏子 也想学别人英雄救命 三少 你对我解释 我没有 你听什么 你都说呀 是你不说的 可别怪我 早三 住手 也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们兄弟俩平日里打打杀杀我不管 王二 如今有人坏了周家的财路 该如何处置 你清楚吗 父亲 此事全怪我之家不严 我愿替侨怀承担一切罪责 老三 既然你二哥尚赶着要挨家法 便由你这个做弟弟的来执行吧 二哥 得罪了 难得见老二这般护着谁 比有点迟迟 老爷明见 二少爷这哪是护着我 老爷有意敲打他 不要去坏了三少爷的事 他不肯认错 在这儿以救我的名义抵赖 你们都下去 我和他有话要说 两边的座 你同事 我只认有钱的座业 做真主子 只要您给的价格足够高 我可以同时是两位少爷 做好一块磨刀石 为您甄选出最好事的记者 我可以把周家一部分生意给你 前提是 你乖乖喝了我的药 做我的登靠 又护着 你可以试着拿起这把刀 杀了我 看看周家会不会落入的事 你自为倦 你还是第一个 你还是第一个 现在知道求我了 周家的水很深 想要浑水摸鱼 谢谢自己淹死 想活命 拿出点诚意 你最好说点我想听的 别让我后悔刚才救你 三少爷是想我将 推下的生意吐出来 恐怕您要失望了 你那点迎头小力 我根本不在乎 我要的是整个周家 你知道的 我原以为三少爷针对二少爷 是为了给我那已故的夫君报仇 你想除掉二少爷 却又碍于他在军中的威势 不敢下死手 可如今 正有一个大好的机会 摆在你面前 什么机会 说清楚的 一个副官 死在了周家的场子里 周家门 应该有人要担走 不如就把您手上那批原本属于周自衡的军火 转赠给张司令 如此 如此 不光能得到军部的赏识 周自衡还没有军火供应 时事便是迟早的事 乔怀 我爹老了 你迟早要在我们兄弟二人之间做一个选择 能不能抓住复归 三少爷 如您所见 这种旅程 都遅断了 如你 帮助你 这种旅程 如你